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见的一个研究题目 专门研究美军基地 他研究的不是说这些美军基地的战略布局如何的布局 就从军事方面来看待他而已 而是包括了这些基地当初是如何取得的 这里面有没有牵涉到人权的问题 有没有牵涉到一些歧视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在各地的基地造成各式各样的抗议的问题 还有它究竟造成美国政府多大的花费 而背后又有哪一些的贪污腐败 全面性的去检讨美国美军基地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题目 可是写的非常好看 八起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基地帝国 在我们现场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纪文 哈喽纪文早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应该是台湾参观过美军基地的很少数的人当中 你参观的基地数字特别多的一位 你有10个20个以上有 我觉得应该超过20个 包括美国本土 那另外我们邻近的像这个韩国日本 这些基地 甚至在这个欧洲 当然关岛也有 对关岛也有 欧洲你去过 欧洲我去过像德国的一些基地 这个雷姆斯坦 很著名的这个美国驻欧空军一个很大的基地 那还有在英国的费尔福德 这也是很有名 这B5射轰炸机 B1这些轰炸机 那之前轰炸利比亚这些很多飞机从这个地方起飞 好 所以其实当然因为纪文是军事专家嘛 所以你去参观这些基地 你最主要其实是要了解他们很多的军事布局 军事战略 甚至于可能是要参观最新进的武器 对不对 对 有时候是美军的一些演习 比如说在关岛的时候 那时候就去参观美军的篡列冲击演习 其实在这个基地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美军大概针对这些操演 他的部署啊 他的兵力调配状况 当然从这个基地也搭飞机 比如我们上航母去看他整个操演 也因此对于这些美军的基地来讲 我们就是可以说第一手的观察 当然这关不只是观察他的规模 他的运作 事实上对于周边的他与当地老百姓一些互动啊 基地的一些人文一些设施 也有第一手的这个究竟的这个亲身接触 也因此就是对照这本书所讲的一些内容 我是觉得他有系统的描绘出这些基地可能建构的历史 还有这些基地可能按照他里面的排名 他属于哪一类型 比如说大型的基地 他里面可能有眷属 还有银舍 还有超级市场 甚至学校等等 当然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比较小型的基地 可能人数不多 而且可能没有家属随同 我发现这本书 其实对这些基地的分类 还有这些基地所展现一些特色 还有它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都有方方面面的描述 也就是我也觉得这本书 它的这个命题非常的特别 它的论述方式也让我觉得很耳目一心 有让你 第一因为你看过这么多的基地 它的内容跟你所看到的相符合吗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可是不只是相符合 很重要的是 有让你对于基地的整个美军基地的历史 更大开眼界吗 确实有 比如说我有一次去关岛 关岛我们都知道 它有两大重要的基地 一个是安德森空军基地 安德森 其实我们常看这个相关国际新闻都知道 这个基地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关岛 常听了 对 关岛已经变成美国重返亚太 一个重要的太平洋的堡垒 比如最近 这个大家都知道 金正恩不是第五四核事 那美国人就派了B1B轰炸机到这个朝鲜半岛进行军事威责 这个空中巡航 其实就是从这个安德森基地起飞的飞机 那另外它这里还有一个阿普拉港 我们最近常看到美国海军不是在南海 或菲律宾海进行这个大规模操演 那很多军舰只是操演前后 就会就近到阿普拉港进行整补 修理 或者让官兵放松上岸 这个度个小假等等 我当时到关岛进行采访 或者参观的时候 我就曾经接触到他一些很特别的人士 比如说我当时到他一个关岛这个地方的警察局 去这个参访 参访他反恐部队 我在这个警察局其实有解释 就是一位很特别 就是好像他原住民 他是属于关岛独立运动的一份子 后来我就是才了解 原来关岛也有独立运动 也有官独这样的组织 就让我印象深刻 我这次看到这本书 他有对关岛的这个整个美军的 包括可能殖民的历史 基地的这些历史都有描述 但也有谈到这类所谓关岛原住民 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做 We are 瓜汉 就是他翻译成瓜汉 他说我们是关岛的原住民 为什么他们会 就我们会觉得好像 你成为美国领地 我们有一部分的人 一心一希望台湾能够成为美国领地 这本书里头就有描述 关岛人士如何的被视为三等美国公民 对 三等哦 为什么说三等 就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没有总统的投票权 他们也没办法选出当地的参议员 众议员 所以没有人替他们发声 他们只能选出一个代表 列席美国国会 而且只是列席而已 而且他们进出美国本土的时候 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我都觉得好难以思 我在想说 他们去美国会不会比我们还不方便 这个或许哦 特别是我们从他的这样处境 特别可以感受到 只是他不受到尊重 相当不受到尊重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形容关岛 其实就是一种 21世纪的殖民地 是 那我们可以试想 这个关岛这个地方 到处都是美国的驻军 他可能喷射飞机 飞来飞去 有各种这个噪音 各种的环境的这个污染 另外他在这个政治上 他还没有一般 美国人民的这种权利 也就是他要付出 他的生活各方面环境 要做很大的牺牲 但他在政治他在许多方面 那没有办法享受一般人的这个权利 也因此这个他会觉得他本身是赤等人民 而且他本身的文化 我认为像茶墨洛人 在关岛 其实我们看不到他相关文化的各种 这个表现 包括公共建筑 这些东西 那所以我认为这个茶墨洛人在关岛 茶墨洛人应该是等于说失去文化 失去根的这个一群很不幸的人 当然基于美国的大战略 他认为他要好好维系这个关岛 在他太平洋战略的位置 大力加强他各种军事基地的建设 进入很多先进的武器 但对于这些在关岛原住民来讲 我认为那确实非常的不堪 这是就算我们去关岛旅游的人 都没有办法看到的面向 那关岛还是美国的属地 属地其实是殖民地的另外一种形容词了 那即便他是美国的属地 可是都还有这样的遭遇 这本书里头就会告诉大家 有一些连殖民地都称不上的 那他们就更是严酷了 更残忍了 好那当然我们先讲一下 他美军基地在海外 到底有多少个美军基地 其实这本书作者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查 他没办法给一个准确的数字 因为有很多的基地还是机密 然后不公布 只能用大略的数字去估算出来 其实我们讲到美军这个基地 我们可以从美国建国 1776年开始 到现在 当然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加 影响力的扩散 它是海外基地也是大幅的增长 当然这本书也有做很多精确的统计 比如说各个时期 美军基地大概数量多少 但我们看了半天 其实它还是难有一个非常精确 就成熟主持人讲的 那美军现在的基地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想可能只有美国总统 或他军政高原才知道 他说其实连五角大厦 都没办法百分之百掌握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现在由于是随形反恐 所以他在很多像非洲中东 有许多秘密基地或小型基地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 美军近期坐在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他派无人机 或派特种部队进行所谓斩守 或者在敌后方进行秘密攻击 这些军事行动 原始很多这种小型的秘密基地 那是不只是当地人不了解 甚至美国军政高层 也难以亲切掌握 他们形容这种秘密的小型基地 叫做莲叶 莲花的那个叶子 为什么叫莲叶呢 就是青蛙在池塘里头 跳来跳去的时候 它就是从这个莲叶 跳到另外一个莲叶 所以它小到说 比如说它在阿富汗 可能设了一个联业 可是连阿富汗政府都不知道 大部分的美军基地 其实是跟当地政府谈判来的 或者是它占领来的 那但是联业这种基地 所以它完全不能承认 那因此这本书的作者 他花了很大力气去采访 然后去调查 它估算大概有海外基地 美军的海外基地 大大小小 大到就是一个城镇 像德国的那些 那小的话呢 可能就是一些前进作业地点 对 那更小更小 像这种连夜的 合计起来大概八百多个 各位想一想 八百多个 哇 那你放在地球遗上 那都还是密密麻麻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为大家介绍的是 八级文化出版社 所出版的基地帝国 谈的是美军基地的 各方的问题 在我们现场的是 亚太防护杂志 总编辑正记文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里面果然是一个 非常严格的教授调查 那所以其实它的面向 它的面向是广的 而它的调查的内容是 至少记文去过 二十多个美军基地 它外貌真的是都符合的 对 跟现场的状况也都符合 为什么它的美军基地 在很多的国家 都引起极大的纷争 我们到目前为止 大概只有德国 没有问题对不对 问题比较少 其他国家地区 大概都问题很多 对 我们先从最惨烈的 就是整个岛屿 是美军基地 而岛屿上的人 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 就被迫迁到了 非洲的摩里西斯 是被迫迁 它本来在岛屿上面 然后而且被迁走的过程当中 家人还是分散的 然后财产当然一夕之间全无 然后丢过去之后 给了几十块美元的补偿 就丢走了 让这一些人至今 还是在非洲的国家当中 最低下的族群 原来它有这么破坏人权的事 这就是 Diego Garcia 迪哥加西亚岛 对 看了觉得好痛苦 对 迪哥加西亚是 美国在印度洋 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基地 可能熟知军事历史 这几年一些国际速人 常常听到这个基地的名字 特别美国在打反恐战争 当时不管是打伊拉克 打阿富汗 那美国很多战略轰炸 就是从迪哥加西亚起飞进行任务 这个迪哥加西亚 其实也不是美国的本土 它等于是英属的一个殖民地 至今还是英属的领地 对 只是说英国政府把这个岛 租给美军 作为它一个重要的战略海空军基地 因此美国海空军 在印度洋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主要是靠这个基地来维持 支撑 让它整个在印度洋的兵力辐射 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不过陈族主持人刚才讲的 确实在这个迪哥加西亚之前 这个整个被殖民的历史 等于说当地的原住民 被活生生的拆散 而且这个给他的这个报酬或补偿 以目前的标准来看 等于是几乎算是无偿 这个赤裸的掠夺 而且当然也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 就把他们给运走了 对 也因此他最近几年 其实摩里希斯对英国 这个进行了国际仲裁 那可能这个 就说那个岛屿是我摩里希斯的 不是你英国的 对对对 然后国际仲裁事实上也判 摩里希斯胜 但是其实至今为止 英国政府是不承认这个国际仲裁 当然美国政府也假装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装算就是了 为什么美国要把这些原住民给运走 当然这本书的作者 他去做了很多采访跟文件的这个爬书 然后其实就证明了一些事情是 当初为什么要把这些原住民运走 是因为避免未来他们可能会有足够的知识力量 来抗争美军基地 对 所以免除后患了 干脆就把你的人统统赶走 对 然后这里一个现在的这个Diego Garcia 这一个岛就是完完全全的美军基地 对 没有一个美军以外的人 对 像我们就是这个跑世界这种军事采访 事实上 迪哥加西亚也不是轻易可以去 那可能要经过专门申请美军同意 所以你自己也没去过 没去过 虽然他这么有名 而且我们看美国公开的这个 不管官方五角大厦 或者美国政府的相关网站 有关迪哥加西亚相关的图片讯息 其实相对要比美军其他的基地 要少得非常非常的多 可以显见美国人对这个战略基地 它的重要性 当然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十足 纯军事化的一个基地 而且可以有效掌控 让美国在这个印度洋的利益 特别是军事利益 能够获得最大化 其实 Diego Garcia 他并不是第一个被赶走原住民的岛屿 还包括像比基尼岛也是如此 都是 我干脆就是把你的土地全部都征收来 号称叫征收 对 那实际上就是把人都赶走 对 那这是其中的一类例子 就是当你的 当你的 你的这个岛屿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其实就是强占了 另外一类型的就是殖民地型的 他这里面提到 比如说像关岛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那不只是关岛啦 对美军来讲 他们有一部分的人甚至于认为日本的冲绳都等于是美国的殖民地 他说冲绳美军基地在哪里 整个冲绳岛都是美军基地啊 但是冲绳岛还有日本人耶 是 他日本公民耶 对 他们也都这样子的不在乎哦 对 我认为冲绳其实有一段特别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在太平洋战争末期 这个美军曾经这个登陆冲绳 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日本的驻军和当地的居民 当时都造成很大很大的死伤 那其实目前美军在岛上一个很受争议的这个基地 也就是陆战队的普天间基地 我们知道这个冲绳人整天抗争 要把这个基地这个牵走 因为这个基地是位于这个岛上一个非常精华而重要的地区 等于说冲绳一个最精华的这个位置 那当然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 机场周边其实都是建筑这个民宅啊 商业区等等 它就是好像我们的松山机场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味道 但是美军这些陆战队的飞机 每天在头上飞来飞去 那之前还发生过好几次这个坠机事件 另外美国的住进也不安分 这些血系方刚的这些美国大兵 性侵案频繁 甚至造成一些命案等等 让当地老板其实忍无可忍 报案的性侵案件统计起来 一年平均五件 这是报案的 被吃掉的还不知道多少 所以它的黑数 大家认为一定是这个实际 暴露出来的好几倍以上 那当然其实美这个冲绳的居民 可以说是为美国这些基地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包括头上飞来飞去的飞机 你等于是安全的隐患 而且他们后来有交还了一两个基地 就发现底下污染的情况非常严重 然后美军是完全不管的 那个污染其实就是让那个土地 就是完全全毁了 而且美军你说他在这基地做什么事情 当然是他不是不会对民众讲 比如说他是不是有部署核武 部署什么化学武器 那这些武器所造成的各种污染 对后续长达如果是核子武器 它的除放条件是不是合乎安全规范 如果说有外泄 我们以为美国会做得很好 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他在各地都做得不好 对对 那这种案例其实不只是冲绳 我认为像德国 甚至以前我们在台湾 以前有很多美军基地 众所周知台南空军基地 以前也部署美军的战术核武 真的啊 对台南基地 之前美国美军还做了一些寻根之旅 在网站上面曾引起大家一阵讨论 其实我在看这本书 我心里在想说台湾的命运 大家以为说 我们当年如果独立了就好了什么的 我其实看了这个 我心里在想说 我们其实有可能被老共占领 我们有可能不是中华民国 然后有可能被老共占领 我们也有可能像冲绳的命运一样 成为就是美国占领心态下的 次殖民地 对 好 回到今天的书籍 八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基地帝国 这个书里头 他美军的这一个海外基地 他的取得的有最残忍的 比如把整个岛屿的原住民赶走 然后自殖民地形的 或者是我就干脆扶植当地的独裁政权 然后或者是跟当地的黑帮 这个合作 他都有举具体的例子 在我们现场的是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政绩文 就里面像洪都拉斯 就是他扶植的独裁政权 很重要的案例 在意大利就是跟黑手党合作 他都举了具体的 甚至有司法判决的案例 这样子 洪都拉斯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国家 我去过洪都拉斯 我们都觉得中美洲很多国家都长得一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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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差别非常大 洪都拉斯大概是我去过的中美洲国家 最落后 而且我觉得问题可能最大的 就你知道当地的道路 首都 那个道路交通 是糟糕的 就泥泞 好像我们30年前的乡下一样 首都 可是开的车子都很高级 那就有人告诉我说 因为当地的毒贩很多 那政府是收不到钱的 然后又有很多贪污的问题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公共建设很糟 可是会有很多有钱的 你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人 我就看到这里面提到说 他们利用扶植独裁政权 去发展基地 我就觉得很难过 特别是这些独裁政权 这个普遍有个失能的问题 不是贪污腐败 就是恒征爆炼 那搞的 其实这些国家 其实都不稳定 比如这个中南美之后 好几个国家长期处于内战 以前有萨尔瓦多 那近期比较夯的是哥伦比亚 最近还因为 要不要跟这个 这个游击队合作 然后进行公投等等 那这些国家 因为长期处于都在战乱 所以在安全上 这些国家政府 其实对美国就有一种依赖 那更需要美军或美国的一些军事支持 当然就更这个 等于被列入美国军事的势力范围 那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来讲 当然是这个 这比较好 那其实这只是美国全球部署的一个缩影 当然对不同的地区 他有不同的策略 真的不同的策略 像宏都拉斯 他们发生了一百多次军事政变 然后其中几次 就其中很明确的确定 美国中情形介入的就非常多 对 那中美洲的政变 其实最著名就是这个巴拿马 之前诺瑞加 当时他不听美国的话 结果美国还派大军去把他推翻 然后扶植他亲美的政权 所以这一类的案例 在中美洲来讲 我是觉得不断在复制这种类似的场景 所以当这里面也提到 为什么美军的大兵很容易有性侵案 他提了很多的调查研究 跟一些这个理由 其实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就了解说 为什么日本冲绳 还有韩国 他们为什么那么反美 因为当初被占领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是一种被歧视的方式 所占领的 其实是很不人道的 不过最后我提一下 他有努力的想要去知道 到底美军基地 海外基地 花了一年要花多少钱 他最后估算出来 估算 因为没有真正的 很多都是机密 估算出来 大概要1000亿美金 那和台币是三兆台币 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 才一兆9000多亿 好可怕的数字 这就是这个视频 我们中央的视频 快点 然后我们下温 就是这种视频 是这个视频 就是这个视频 我们下温 转眼 视频 用